9年前 越南青年阮廷河北漂中国求学追梦 如今 阮廷河在中国娶妻生子 买房就业 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 近日 记者走进阮廷河 听他讲述与中国的不了情 2013年 阮廷河之身艺人来到中国求学 六年寒暑不错 他从中国西南大学顺利硕博毕业 阮廷河说 自己从小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 而如梦然对中国充满向往 来中国读书是他从小的梦想 我是从小已经追剧了 开始 然后喜欢中国电视剧 比如《西游记》 《红楼梦》 还有《环珠格格》 《包青天》 还有《水浒专》 这些很有名的电视剧 就在我们越南的电视台 基本上都播了很多次 然后小时候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看 反复看 从磕磕绊绊的中文表达 到后来的交流自如 这位洋学生取得的进步足以证明他对汉语及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喜爱 近年来 阮廷河化身翻译官 多次现身中越各种经贸论坛 文化交流等活动 身体力行推动两国经贸人文往来 中国电商发达 堪称网购天堂 来中国求学的第一天 阮廷河就学会了网上淘宝 阮廷河说 中国的网购物美价廉 支付便捷 物流迅速 体验感很好 他期待中越两国未来通过开展电商交流 共促经贸繁荣 晚上买东西很方便 就比我们去那个传统市场买的就方便很多 就是价格也又会 就是省时间省事 以前在重庆我就经常带一些当地的特产回去给家人品尝啊 在西南大学求学期间 阮廷河邂逅了自己的爱情 他和中国姑娘位于一见钟情 两人畅谈人生理想 很快陷入热恋 并最终洗劫连理 如今 夫妻二人定居南宁 并育有一女 生活幸福美满 在中国的九年 阮廷河亲历了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坚定了他留在中国发展的决心 2020年 博士毕业后 阮廷河受聘进入南宁师范大学从教 教授越南语 我们就是想念家的时候 我们不出去吃这个越南菜 我们是自己做 因为在外面的那个饭馆啊 我们就没有那种朋友之间一起做饭 一起吃饭那种感觉 然后有的时候喝点酒啊 这样我们就感觉很开心 比去外面的饭馆好很多 阮廷河说 如今 南宁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他也入乡随俗 爱上了缩粉喝汤 疫情之下 中越两国交往不同程度受阻 阮廷河期待两国有意在疫情后谱写新篇 因为我从事教育行业嘛 当老师嘛 我就最希望就是两国的留学生能恢复 越南的留学生能到中国来读书 中国留学生能去越南留学 这也是很多学生的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